大家好 你们喜欢我们的表演吗 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这么作品的话 请投资你们手中的毛巾 好的 现场评审 3 2 1 投票开始 3 2 1 怎么还非要是一个黄色的 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厉害 谢谢大家 开心 就好 那作品非常厉害 而且尤其是用wacking AC really really helped me a lot AC actually push me very hard because his wacking is 太的 太了吧 但是 快才好玩吗 魔鬼级别的 气氛一下就燃爆了 来 先问一下主角 李思 刚刚我还跟高焕宇 我来说 凯姐出来的时候 像是在看一个演唱会一样 很漂亮 这个秀 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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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就像 小宝贝说的一样 小宝贝说的一样 李斯丹丁小宝贝 原来你的手名叫小宝贝 就像李斯丹丁刚才说的一样 对 刚才真的是 不光是让我的眼睛 快乐了一下 也让我的耳朵快乐了一下 而且我觉得卡姐真的是 里外反差有一点太大了吧 刚才在镜头里说 这个是什么 脚弯 我 这个是什么 脚踝 脚踝 一上台 来 他学得好像 我觉得这个超厉害的 谢谢 好的 再次感谢两位带来精彩表演 接下来 登场的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舞者 好 而且她的舞台 其实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非常有趣 好 有请李斯丹妮 大家好 我是李斯丹妮 我是一名歌手 很荣幸能够加入 我们了不起的舞社 二 这次为大家 带来这个作品 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次的创新 因为这次也邀请了 世界冠军 Ban Machine 跟我一起来 完成这个作品 把我自己原来 在去年唱过的玉剧 木桂英的一些选段 然后做了一个重新的混合 帅子棋 帅子棋 你知道后面插一个大棋 你怎么给一个 就是那种抛棋的 那种大棋的那种声音 帅子棋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新的形式的展现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合 而且包括跟舞蹈大声 我们之间的一些配合 还有动作的创作 但最主要的核心是在于 它是有力量的 要把这个力量 由内而外的 通过舞蹈散发出来 我希望能够打动到 每个观看我们作品的人 我们不必须打动到 我们不可能打动到 我们不可能打动到 那几句呢 我来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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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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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分数不是太高 因为要让这么两个相差甚远的一个 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元素 能够融合在一起 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的压力很大 但是我也想去尝试 能够用这种很新鲜的方式 去做一个舞蹈突破 李斯 你怎么那么有执念呢 太执念了 因为我觉得Krump这个舞种 它是其实算相对来说小众的 那女孩子跳其实是更少 其实就像你刚才在舞台上说 拉票说那个话 不管结果怎么样 不管票数如何 反正你跳爽了 你自己感受到了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你在跟自己比赛 我想说 也许今天这个Krump 像你跳了还没有那么爽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舞台上 你一定会有一个更爽的Krump作品 送给大家的 谢谢 谢谢韩文老师 谢谢 我觉得做得真的很棒 然后是一个非常难完成的舞台 可能大家对Krump 应该要有一个新的理解 就像今天这个舞台 它可以跟一些非物质的文化去做结合 但是它不是只是展露它的愤怒 它可以展露的是更多的情绪面 超爱的 超爱的 喜欢 谢谢 对 其实我选择Krump 我是因为在了不起舞社的这个舞台上 我觉得一定要有这样的力量感存在 就是每个人心里面我觉得要有这个 像火一样燃烧这个力量感 去支撑着这个舞台 你才会一直地延续下去你喜欢的舞蹈 所以我选择Krump 这一次我们的所有导师都很愿意去尝试 自己不会的或者是就很大胆你知道吗 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佩服 其实我们这个首秀 其实就是在向所有的厂牌 队员 还有观众去介绍我们自己 然后介绍我们很喜欢的舞种给你们 希望可以趁着要不起舞社跟长牌交流 然后我们可以互相地让彼此更加地进步 现在各位逐人的第一轮竞演的成绩 已经在旁边我们这一张 徐静欢竞演的一个成绩榜上 这是两个人的故事 请不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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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摄